收到机器以后是一件木箱一件紫箱 木箱打开是组织的机器 然后紫箱打开是一个漏斗 这些打开以后 首先这个位置这个关灯口 安装在这里 用这个密封垫建在它中间 然后这个卡扣给它卡住 卡紧一点稍微 卡好以后 然后把这个漏斗装到这个上面 中间也有一个内空垫也给它放在中间 然后这个卡扣给它 锁点以后 这边有一个配件包 我配件包剑圆线拿出来 然后这些密封穿都是备用的 先不用用 剑圆线拿出来 把剑圆插上 剑圆插上 然后气气泡是要比自己另外配的机器是回来气泡 所以气泡要配这个气管是外进半毫米的 直接外进半毫米的气管直接从这个位置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它就锁紧了以后 这个不需要接头的 你如果要把它扒出来 直接把这个白色给它往里面 现在就出来了 剑好以后就安装好了 然后把键圆 这里有一个绿色的键圆开关打开 气压打开 然后这里一个集瓶开关全开 这里 这里有一个剪洞跟制洞开关 瞧瞧剪洞的时候 是这个脚踏板 让它把键圆按一下 灌一次 瞧这个制洞是剥料 然后把物料加到这个里面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瞧罐装量是 瞧这个位置 这个摇把这里 这个往前瞧 然后 就会换张出来越多 往后瞧就换张出来越少 比如说我现在这台机器是50到500克的 把它这个位置就是 然后最大就是500 这个具体 你第一次要根据你自己的产品 先去试的 比如说你第一次你设 需要300毫升 你调到这个13的位置 出来是刚好300毫升 然后这个螺丝就要锁紧 锁紧了就可以了 然后它们也是出来的 这就是300毫升 那就是300毫升 就是300毫升